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跟政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借助政治来作为一种这样一个标志 当然我们一定会 特别是在我的处理中 一直会把文化 文学 思想 知识分子这样一些概念 或者说这样一些历史的主体 角色 它和政治会构成紧张的关系 它并不是政治一体化的 所以这是我讨论中会去考虑的 那么是否有一种文学的历史呢 或者纯粹的 或者不纯粹的 所以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不是有一种不纯粹性 所以我们说试图对一段历史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也好 命名为革命也好 那么历史实际上它总是能够逃脱命名的 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逃脱命名的 所以我们看西方的文学史它的命名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布鲁姆的西方正典 他就以一个莎士比亚作为父亲 他就可以梳理整个西方的古典时代到现代的文学史 那么哈罗德布鲁姆他是耶鲁四君子之一 耶鲁有解构四君子 就是解构学派 保罗·德曼 耶斯米勒 哈罗德布鲁姆 还有一个哈特曼 那么他们被称之为耶鲁的解构四君子 但是布鲁姆在晚年60多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西方的正典 他开始反过来碰击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 碰击女权主义 身份政治 后知名理论 甚至也可能包括解构理论本身 包括女性主义 那么他认为文学有它非常纯粹的独特的文学性 那么这是颠灭不破的 我们永远是以文学自身的品质来衡量文学 所以他对文学史的理解 他是把沙士比亚作为西方文学所有作家的父亲 他认为所有成功的作家都要和这个父亲搏斗 是吧 就杀父啊 所以西方这种理论有俄迪普斯情结 这个儿子都有杀父情结 你们是女儿 女儿都有恋父情结 是吧 女儿跟爸爸都很好 爸爸都谈爱女儿 是吧 然后爸爸对儿子就是不满 看儿子左看右看不顺眼 因为儿子总是不像自己 是吧 叫妄子成龙啊 是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家乡叫做交养闺女见养儿 是吧 女儿要交生怪养 儿子就应该受苦受难 是吧 他不听话就一个巴掌打过去 一脚踹过去 这才能够交出儿子 是吧 他有不一样的 那么在西方的文化中呢 他有杀父情结 所以这个普鲁姆呢 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做《影响的交谬》 他就是依然是用他的那个模式 父子的关系 把西方的文学 对于进行一个父子关系的一种梳理 然后他来建构起了西方的一个文学史 这本书写得非常棒 大家可以看一看 特别是他晚年的这种大臣之作 有中文版 有中文版 前几年 2002年有中文版 我们要 确实要在政治与文学的紧张关系中来看文学史的脉络 所以根本的依据要点在于就是中国现代性不断激进化的趋势 我这个理解的理论背景就是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永远激进化的方案 那么其实我的思想呢 大家会看到很 这个我不知道用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用什么感觉描述它 就是六月份在上海开了一次会 也是关于六十年中国文学 那么当时那个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组的那个王洪生 他在会上跟我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我呢 他们认为我骨子里是一个右派 但是呢 我谈论的知识 又都是左派的知识 像解构主义啊 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这个富科啊 德里达富科啊 他说你这二者是怎么 怎么构成一种关系的 当然他们很困惑 那么我觉得在我这里没有障碍 在我这里没有障碍 比如说我说首先 我觉得德里达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左派 他不是那么激进的左派 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温和的左派 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说呢 在我看起来这一切都是知识 我是把它放在后结构主义的知识 吐息当中去把握的 那么另一个方面 在我看起来 这个所谓的右派这个东西 也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 也并不只是说它只有政治的含义 所以我也不同意说我是右派 当然我肯定不是一个左派 我是这么一种意思 就是说一方面 比如说我很赞成布鲁姆的 西方正典的这种观点 那么布鲁姆当然是解构 解构主义学派 耶鲁的解构四君子 曾经也是有左的一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后来 猛烈的碰击 那样一个 他把那些女权主义 后知名理论 身份政治 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些称之为憎恨学派 所以他认为他们是充满了 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憎恨 来建构其他的一种文化立场 那么在另一个方面 我是要去看到 马克思主义永远激进化的方案 这个概念比较复杂 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讨论它 那么在中国 这种激进化是暴力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我是不认为 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什么极左路线 是四人帮 几个人搞起来的 我觉得是由我们五六十年代 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文化 它本身有一个激进化的过程 那么这种激进化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的表述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彻底的 就是彻底的决裂 绝不留有余地的妥协 所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以及我们文学 为什么会在五六十年代 那么多的作品 三红一串 保林青山都被打成大毒草 毛泽东在文化上 他从而没有满意过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创造 但是我觉得毛泽东 他后来对那么多的 包括这个1956年之后 那种反右的运动 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理解 对知识分子和公共相结合道的理解 是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 同时有他非常高的标准 那么这一点在毛泽东那里 我们五六十年代的那种革命文学的创造 它是没有达到它的理想的机制 所以我在我的产出中 我也要去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一方面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 是吧 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包括写主感也好 合作化运动也好 积极斗争也好 地主阶级 地富反华又 在文学作品中都是坏人 是吧 积极斗争激烈 亡党亡国 执行不死 另一方面他要作家回到生活 要有生活气息 你像赵树林那样 是吧 然后又要有什么呢 又要有民族风格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这种矛盾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要结合 这是我的讨论要去解释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过去会觉得 哎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这个东西很枯燥 很政治化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 这个历史还没有打开 我们有不同的学术的眼光 我们去激活它 我们可以发觉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有挑战性的一种研究 我们想一想 世界上有一个中国 当然有前苏联的 我们中国文学 受苏联的影响很深 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 在20世纪的这个时期里 他做出了创建的一种文化 这个文化在西方的表述中 被称之为极权主义文化 被称之为专注主义文化 是吧 然后他创造出他的文学作品 创造出他企图规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全部思想的那种文化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一种野心和抱负 是吧 也应该说是一种 什么样伟大的理念 但是他最终失败 我们可以看到 文革之后 九十年代之后 是吧 我们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不只是太平盛世啊 我们思想还是很多元 还是很这个 有很多的宽松 是吧 有很多的自由 你作家 你现在只要这个书里边 我们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是吧 你再怎么乱写 都没有关系 你就第三页 是吧 你就这个 谈恋爱 这都没有关系 书里面怎么谈恋爱 都没关系 但是就不要去写政治 是吧 不要写这个反动 但是那跟五六十年代 就很不一样 是吧 我们今天作家可以 以他个人经验 去表达对生活 对世界的一种理解 只要没有那种 政治的这样一种阴谋 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曾经有过那段时期 他要创造一个整意的文化 这种文化就要把全民的思想 都要有一种共同的 达到共同的高度 有共同的抱负 有共同的审美趣味 那么这种文化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 我们要去理解他 同时呢 他也并不只是政治两个字 能够概括的 也并不是医学形态的概念 能够指论的 所以你像赵树里的那种作品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 很丰富的历史 和西方的文学不同的历史 所以如果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看 所以顾冰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 那么他现在写的非常好 我使用的非常好 我觉得他现在是写的不错 但是一道理解1949年以后之后的文学 他完全没有办法 他完全把他们这个妖魔化了 他没有办法进入1949年以后的文学 上一期的文艺研究 我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来批评顾冰的这本文学史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好 这个问题不能谈得太久了 所以这个划分是从新民族主义革命文学 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时期 这是指1942年 我想这个问题大家了解就行了 我就不想多讲 1942到1956年 这是从新民族主义革命文学 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时期 正是指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 这个五四启蒙文学转变为 物产性的革命文学具体实践 才开始真正展开 所以讲话确立了中国文学的性质方向 任务于艺术风格 文学文化活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文学与文化因此具有了明确的革命意义 所以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呢 有这个暴风咒语 太阳照在山干河上 这个王贵李香香 小儿子结婚 白毛女 等等 那么这些只是我简要的提一下 其实还有 还有很多了 那么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在第一次文大会上 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文艺方针 他全面而深刻的支配了随后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 制度建立 与各种运动的展开 围绕着毛泽东文艺思想 展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基础建构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很多样的这个文学运动 是吧 有包括这个对电影群传的批判 对这个《红楼梦》的批判 还有对《红楼梦》的批判 所以文大会后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大批的作品 同时的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文学事业紧密的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时期呢 特别是对《红楼梦》的斗争呢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还有百花时期和反右运动 所以1957年到1976年的这一段呢 我说是政治激进化的倾向 那么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建构呢 已经浪位于政治斗争 文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组织动员的力量 并成为思想清理运动的工具 所以社会思想清理和统一的号角呢 在文艺界吹响之后呢 这一运动也陷入了巨大的思想领域的旷野 结果也变成文艺界和思想界自身无止境的清理运动 这一时期的论证重点 有反右的思想言论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等等 这只是一个简要的哈 简要的 那么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社会主义文艺的它要包含了那么多的思想运动 包含了那么多的斗争 所以这和毛泽东本身 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这种期许 它是构成了很深刻的矛盾 小说方面呢 有《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三红》是指 《红旗普》《红日》《红颜》 《创》《创业史》 《宝》是保卫延安 《青春之歌》《三乡俱变》 所以文化大革命呢 是中国的现代性不断进化的必然后果 是思想文化无止境的革命的极端 也是中国意识形态历史化必然到来的高潮 所以我们现在把文化大革命呢 只是看作一个极左路线 四人帮 祸国殃民等等 我觉得这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 只是一个政治化的解释 而在文化上思想上 我们能够去理解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到这个时期 它所具有的一种高度 一种极限 正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会引述一些西方的汉学家 对文革的看法 我们来讨论 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 左派对文革的看法 那么新时期呢 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把它称之为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那么其实呢 这也不尽了 那么我会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呢 看到它和五六十年代的内战的联系 反导是称之为新时期 这样一个开天蔽地的 这样一个新纪元的这样一种叙述 它本身是包含了和五六十年代 非常内在的那种关系的 那么八十年代都被称之为文学的黄金时代 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时代的主导的精神 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 我们可以看到 从山盖文学到蒙龙诗 从改革文学到知性文学 再从现代派到旋根派 以及先锋派的实验小说 形成了一段结构宏大又层次分明的文学史 所以这也是人们乐于留恋的历史 但是我们进入这其中可以看到 他们之间的那种差异 九十年代的文学呢 失去了统一的社会意识的支撑 开始向文学的本位回归 它在展开历史曲面的行动中呢 退回到个人的叙事 所以在消费社会的强大的背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呢 它内在发生了一种变化 那么一方面当代文学 它终于摆脱了政治化 所以我们看到文革后文学讨论的一些乐点 就是去政治化 就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是文革后我们讨论的那个要点 然后呢有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是吧 然后有异化问题 然后有主体论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意识形态和文学的关系 在90年代它是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的 是吧 它不再是和现实紧密的观念当中 来表现现实的政治的欲求 而是以文学自身的方式 以作家主体 它所具有的文化立场 它所具有的思想观念 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它的一种政治性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文学有它越来越纯粹的 越来越纯粹的方面 是吧 有称之为先锋文学 实验文学 纯文学等等 但是大家会知道 未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本身 它始终具有政治性 是吧 当然没有什么纯文学 所以我写过一本书就是前年出版的 叫做不死的纯文学 那么怎么去理解 这样一个纯文学的概念 所以是必须这样有好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 在先锋派创立的文学经验的基础上 谋求与时代变动结合的方式 探寻新的审美感受方式 探索了一条面向未来的文学之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90年代的文学 实际上和80年代文学是非常不一样 8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的历史 有它的延续性 而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文学 中国汉语的文学 它倒是走了另一条路 所以现在因为时间问题 这个当代文学史的性质和叙述观念 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它理论性太强了 我不想多讲 我就想给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看书 因为这个在我的序论里面 都有论书 大家大体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 谁想多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